大家好,我們是兩小無猜 哈囉 今天呢我們要來刮刮樂 那刮的呢剛好是三款 就是 算是比較新款的 尤其是這兩款就是百元的 一個叫量成吉時 一個是 龍年型大運 然後一個稍微舊了一點的 幸運紅包 那幸運紅包呢是 那個刮刮樂店員推薦的他說他本人刮了 好像中了1000塊 還中了2000塊 五個紅包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這一款蠻好中的 但是我今天尾號呢我本來都想選三期 可是三期都被 選走了 所以我一樣就是隨機選了 加上的67跟79 隨意選都不是我平常選的 那希望今天可以刮中大獎囉 不過呢 我聽很多網友都說 這兩款小額的 良成吉時跟 龍年型大運呢 不太好中 聽說 蠻多都做工藝的 那我就比較鐵詞 我想要親自來實測一下說 是個人手氣問題呢 還是真的比較不好中 那我們掛之前先看一下他的 他的頭獎有多少 他頭獎呢 這個良成吉時有 30萬 所以其實不多 然後他的 中獎機率呢 只有33% 所以他的 中獎率是比較低的 偏低的 大概有67%會 所以要做好心理準備唷 掛之前 那他的玩法呢 就是有這兩 這兩種嘛 就是 相同的符號 及得獎金 然後更掛出一個金額 算是比較簡單的掛法 那他號稱呢 有超過20萬個 500元以上的獎金喔 的獎項 所以有可能百 有可能千 有可能萬 所以500元含以上喔 所以可以試試看手氣囉 如果想要做工藝 又想試手氣的話 可以試看看 我覺得100元的 就是等於說 如果你真的那麼幸運 就是那33%的話 你可能就是 賺了 因為CP值很高 對 然後如果你沒有中的話 也不要太泄氣 因為正常 因為他 槓龜的機率 偏高這樣子 然後龍年型大運呢 這是100塊的 他說他有 150個 5萬元 150個喔 5萬5萬5萬 150個 然後他中獎機率比 剛剛這個量成及時再高一點 他這個是50% 那他的玩法就一種 就是刮中一個龍頭的符號 就得該獎金 對 所以就看你 有沒有刮出龍頭 或是刮出很多奇奇怪怪的 的生肖 那就是沒有中 這樣子 好 然後我挑選的這個 剛好有37號 就說 哎我要37 那感覺最近大家都在 買37號 所以 其實不太好拿 然後中獎機是50% 所以一半一半囉 我覺得這一款其實100塊這兩款都是 真的是 全憑手氣的 就看你手氣怎麼樣 然後你手氣好一點 你剛好是那一個 中獎機率的人的話 你就是一定是賺的 那如果你沒有 沒有中槓規就只好當做做工藝 那這一款呢 幸運紅包他投獎是 200萬 那這邊大家應該都玩過嘛 一個 一個紅包蛋就是回本200 所以至少要一個 因為他是200塊命額 那兩個以上你就是賺了 這是有300 500 1000 2000 3000 5000 10000 然後跟10萬 還有200萬 好 那這一個呢 他說他還有24萬個 1000元以上的 獎項 所以他其實他 我覺得算是大方的吧 他的玩法 他24萬個是1000元以上 對 然後 就是看你刮出越多 的那個紅包蛋呢 你就得越多獎金 所以這一款是 你的 店員推薦他覺得 比較好看 比較好玩 就覺得 不用賞眼力的刮法 所以你跟我一樣 這是眼力比較不好了 就是可以考慮這一款 那這一款真的超多人說超好刮 可是我上次好像只有回本200而已 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 手氣好一點可以 就是 翻倍囉 加油 那尾數我隨意挑啦 就挑67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開刮吧 那介紹完遊戲跟他的中獎機率之後 我先刮100的好了 對 100的聽說不是那麼的好刮 那我先刮中獎機率最低的這個 做好心理準備 我們偶爾也要就是做一些善事嘛 我們偶爾也要就是做一些善事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手氣怎麼樣 希望可以手氣好一點 不用做工藝 因為上一集做工藝 做的蠻慘的 賠很多 希望這一次可以回本囉 這一集可以回本 那大家對這兩款 小額有信心 但是大家不要太開心 看他兩個 相同符號就很開心 又看很多人的 面額呢 都是 玩法呢 都是剛好刮中前面兩個符號一樣 但是後面第三個都不一樣 你看來了一個愛心 就是幾乎每一個人的 有什麼 刮刮樂的版面長長相 每種都長這樣子 所以前面讓你開心一下以為要中了 然後第3個就是 就是沒有給你中 獎金我們刮出來 這個是3000 然後先刮獎金好了 密一下密一下 看一下獎金就大概知道說 哎這張會不會中 哈哈這1萬 好再來 如果手氣真的這麼好這太棒了 所有的 刮刮樂都回本 超爽 就靠這一張就全部回本 300喔 300是感覺可能 比較有機會了 好 掛出第3個好了 每次都是第3個跟人家不一樣 甲幼甲幼 好刺激 甲幼甲幼 玫瑰花 又是愛心 超有愛心的 鑽石 鑽石 直接刮了啦 手 這一看就不一樣啦 這兩個都不同啦 是吧 所以我們把它刮一刮 你看 前面長相都是一樣的啦 大家 刮刮樂前面長相真的都是一樣的 他就是讓你以為是要中了 有沒有 我剛剛說了 就是前面都是給你一樣一樣 然後之後一個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人 槓龜的 的那個長相應該是一樣的 他的 那個 畫的那個圖案都是一樣的 你剛好第3個有中 你真的超幸運的 我覺得 這個 不還好中 最近出了這一款 一兩百都不是很好中 你中的真是幸運兒 然後刮出一個金耳機的感獎金 啊我已經看到Z了 所以這張確定是做工藝 跟大家拿到的一樣 就是這樣的畫面 OK 所以這張100做工藝囉 好我們換下一張 龍年型大運 所以刮出龍頭啦 刮出一個 至少一個 行完回本啦 不要都共規啊 我們小資主耶 是很需要 好運氣的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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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但是我不得不說耶 一百塊面是真的超難刮的 這是很黏啊 很難刮耶 到底有沒有啊 他是龍頭嗎 Dragon Dragon耶 Right Dragon我看看一個字母 但是他的圖 不太好刮 他的皮 挂不太掉 好了勉勉强强 Dragon 所以 现在目前已经有100块Dragon了 所以我已经回本了 一个100块了 再来是狗 然后 这个是 牛 虎 虎他是1000 牛是100 但是我们不要这些神像 我们只要Dragon 所以看你挂出几个Dragon 就有多少钱 再多一点Dragon好吗 Elephant Elephant是 5万 是吗 呃 他好像很多个零 No Elephant是500 但是我们要的是龙 继续加油 看还有没有龙头 这100块真的 他这个皮真的超难挂的 说实在 我觉得我快把他挂烂了 好险QR Code没有被我挂烂 Pick Pick是500 所以好险 我这一张有回本 所以表示我手气还行咯 他这边就是100 如果他面有在高点我就会赚了 他至少没有赔我已经非常开心了 OK 所以这一张100 我是 我是没有赔的 看我还是不要再挂好了 我怕到时候QR Code被我挂坏了 OK 所以这一张有回本100 OK 好我们换下一张 这个 幸运红包 幸运红包可不可以让我改观一下 上一次好像只有一个anvalo 所以只有 只有中回200块 希望这次可以中多一点咯 我们开关 鱼 鱼 扇子 flower花 再來 夾右夾右 都是一些怪東西耶 跟我上次的有點像 就是刮一些怪怪的 然後我一直在等到envelope 然後鞭炮 ring 然後還有鑽石 可不可以來一個紅包袋啊 然後還有這個寶石 天啊 他也不是很好掛 至少讓我中吧 看一下他這一款 沒有說會不會中 看一下他幾層 他是34%而已所以也不高 讓我改觀吧 讓我轉吧 紅包袋出來吧 春 No欸 春什麼 然後金塊 假用 假用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符號啊 這把什麼東西 一個很像龜殼 再來 燈籠 你看剩這一區而已 不會吧 啊 至少讓我回本吧 一個envelope 回本 不要讓我賠錢好嗎 我目前已經賠一張了 加油 加油 怎麼看別人刮一大堆envelope 那麼容易啊 啊 怎麼飽和 啊 不會吧 所以現在這個一小叫了 可以給我中嗎 還有沒有啊 還有沒有啊 Oh no 鳳梨 鳳梨 跟一個八什麼東西的三角形 沒想到這一張套稱很好中的都沒中 太賞心了 連一個envelope都沒有 所以一個都沒有 這也是有可能一個都沒有的 所以這張槓龜啦 六十七不行 登登 好吧 像是挑號碼的時候再想想囉 畢竟家邊上沒有自己的話 挑姿勢真的是純粹手氣啦 所以我們這一集呢 只有一張回本 就是回本一百塊這個Dragon 然後這一個良稱金石跟這個幸運紅包都槓龜 所以這集賠了 100加240賠了300 好 那這是今天我們的分享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要按下訂閱分享 底下留言喔 那如果這幾款你們有中到最多金額多少 歡迎跟我們留言分享你的喜悅喔 那我們就下回見啦 掰不 記得要訂閱喔 訂閱喔 掰掰 我這次會 Snoke é